哈马斯去年策划10月7号 阿克萨洪水行动的领导人辛瓦 遭到乙军杀害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19号释出 去年10月7号前一晚的画面 只见辛瓦一家人 在隧道里面忙着搬行囊 辛瓦的太太还被拍到 拎了一纸疑似要价3万2千美元 超过100万台币的爱马仕薄金包 引发讨论 除了最初的无人机影像外 以色列军方陆续释出 最后消灭辛瓦所在地时的景象 不过面对辛瓦遭到杀害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民众 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 虽然辛瓦被杀 对于早已超过一年的 以哈冲突来说 是一个重大突破 但在继任者还不明朗的情况下 新的接班人 是否更愿意释放所有人质 达成停火协议 仍不得而知 也有专家点出 以色列政府还没有确定 所有人质都获释之后 就会停手 但双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 停火恐怕依旧遥遥遥无期 靖新闻张外姐的电视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静好新闻